字幕志愿者 白零 歡迎收看資產節目 我是屎高大老師 今天晚上要教的是九年級 這理化的地科的部分 今天要教的是 地表中的岩石與礦物的一個介紹 我們今天把課程重點先講過 題目等到下一次我們再來做題目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石頭 跟鑽石 给各位选 你要选哪一种 你不会选石头 因为满地都是 你会选钻石 因为它很稀有 如果今天满地都是钻石 而石头很稀有的话 我们都会选石头 因为物以稀为贵 对不对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情况 所以钻石为什么它 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有价值 因为它稀有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硬度又很高 又可以保存比较久 那石头的话 它有很多 然后不易保存 很容易就会碎裂开来 所以当然是钻石 会是比较好的一种 代表性的一些 有价值的一个物品 所谓的矿物 它是说 它是天然产出 然后有均匀的固态物质 它有一定的化学组成 跟特殊的一个结晶的形状 例如像是石膏 水晶跟金刚石 金刚石就是所谓的钻石 它的所谓的矿物 像这边是水晶 水晶就是非常神秘的东西 然后这是金刚石 还没有研磨以前的 它的原石叫金刚石 它如果经过那个 钻石那个师傅 做一个切割割抹面的时候 很像是一个钻石 它如果好的钻石 它可以把它雕出20几面 让它的光泽可以展现出来 这是钻石的部分 那这是花钢石 你会发现它们那个金型 就是它们的结晶的情况都不一样 形状也不一样 那么判别矿物呢 可以从它的金型 就是它的结晶的情况 硬度 就是它硬度的大小 跟化学成分 做一个辨别跟辨识 像这个就是我们说 那个硬度大 它用耐磨 产量稀少的矿物 我们经过一个琢磨之后 那个一个研磨之后 它还产生比较 色泽美丽 要点夺目的一种宝石 以上这边都是属于宝石类型的 那很多名字我念不出来 这个钻石而已 其他我就念不出来了 那这个是硬度 每种矿石它的硬度都不一样 所以出现一个是磨式硬度表 那磨式硬度表的最 最容易被磨损的 就是滑石 过来是石膏 这个不用刻意去背它 不过前几个知道就好了 所以磨式硬度最弱的 就是最容易被加磨的 就是滑石过来是石膏 那怎么排序的 它是拿两颗石头互相磨 互相磨的时候 看谁产生的磕痕 就谁就是比较硬嘛 对不对 硬的才能够 能够把别人磨出磕痕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金刚石钻石 比这钢玉还要硬 它把金刚石钻石跟钢玉 互相去摩擦 磨了之后发现 钢玉这边有磨痕 但是钻石就没有 金刚石没有 所以金刚石最硬 所以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表 大家参考就好了 这个不大会考了 不过头我要知道 最软的就是滑石石膏方解石 比较硬的后面几个是黄玉 钢玉跟金刚石 那石鹰也算是比较硬的部分 好 再来看这个方解石 那方解石的话呢 就说那个矿石的 它的化学成分都不大一样 像方解石呢 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所以遇到锡盐酸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二氧化碳在冒泡 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 它这边在方解石上面 给它滴上那个锡盐酸 你会发现它在冒泡泡 泡泡就越冒越大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碳酸钙的成分在 很怕遇到酸 遇到酸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我们在古二这里化学过 好 再来介绍一下 这常石就是石鹰 这原母 这是方解石 我们一续来解释一下 那常石呢 它是白色或肉红色 长方体 地壳中含量最多的矿物 我们在学地壳的时候 只要有最什么的时候 都要注意它 最多最少 然后第一怎么样的 只要那个很关键字跑出来 你就要开始 神经就要紧张了 所以把化线化起来 常石是含量最多的矿物 那常石叫液 风化成黏土矿物 所以地表不异见 地表的表面上比较看不到 因为它容易被风化 变成黏土矿物 黏土矿物呢 就是来做那个磁器用的 好 再来是石鹰 石鹰呢 是无色或白色 六角柱的形状 含量占地壳的第二位 所以大家知道说 最多的就是常石 第二多就是石鹰 那石鹰呢 它有良好的结晶的外形 比较好的结晶外形 就称之为水晶 所以水晶在归类上 属于石鹰的一种 它那个结晶比较好看 比较完整的话 这来是云母 云母的话呢 它是暗褐色片状的 如果是片状暗褐色 称为黑云母 那有的云母是橙白色 称为白云母 那不管是黑云母 白云母 云母很特殊 它是隔热 跟隔电 的一个导体 就是它 它是不良导体 它是 就是它本身 可以隔热 跟隔绝电 这是那个云母 它不导电 这是云母的部分 所以可以做一些隔热的材质 它是蛮适合的 好 再讲方解石 无色或白色 菱形体 成分主要是碳酸钙 所以遇到吸烟酸 就会产生二氧化碳泡泡泡 这是方解石的部分 比较常见的 我们做个介绍 好 再来呢 岩石按照它的产生的原因 分为三大类 分为火层岩 层积岩 跟变质岩 所谓的火层岩 这个火 很明显 跟火山作用有关系 所以跟火山喷发 火山作用相关的岩石 就称之为火层岩 什么叫沉积岩 它是沉积被压着 一直被压下去 层层叠起来的 所谓的沉积岩 那变质岩就是 它经过高温高压之后 变质出来的变质岩 那我们先介绍火层岩 火层岩呢 它是岩浆冷却之后 凝固而形成的 就称之为火层岩 它主要有三个类型 是玄武岩 岸山岩 和花岗岩 对于这三个 怎么去记忆它 慢慢来讲 因为这东西算是比较重要 而且容易烤 好 这是那个火层岩呢 它主要是火山喷发之后 造成的凝固的一种岩石 所以是地壳含量中最多的 就是火层岩 那火层岩分为两种类型 如果说它在地表直接喷出来 很快就冷却的话 它会形成玄武岩 或安山岩 通常那个在海底底下 都是玄武岩比较多 好 再来如果说它是在地层的深处 就是岩浆嘛 地层的深处 它慢慢冷却的话 就会形成了花岗岩 因为它是慢慢冷却 所以它容易会有结晶 因为结晶它需要时间 爱的结晶要十个月 对不对 我们是乱扯的 有时候跟你说 那个结晶它需要时间 所以非能说你在地底下深处 它慢慢冷却的 它就会有结晶会比较漂亮 也就是说玄武岩 安山岩是没有结晶的 它没有明显那种金块跑出来 但是花岗岩就会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玄武岩 这安山岩这花岗岩 这是玄武岩 安山岩 花岗岩 你看花岗岩这个纹理的结晶就比较大颗 那玄武岩跟安山岩就比较小颗 颗粒比较小 所以它的结晶颗粒最大的就是花岗岩 不过那个讲义我们的部分好像 它的写的时候写到颗粒小 把它改一下 花岗岩是颗粒大的 那玄武岩它是岩浆喷出地表之后 快速冷却形成的就是玄武岩 像我们的澎湖的地形 主要是玄武岩为主 就是岩浆喷出地表之后 马上就冷却了 快速冷却形成的叫玄武岩 那安山岩的话是海洋地壳 它是海底的沉积物 在高温下融化形成的岩浆 在喷出地表冷却后形成 就是所谓的安山岩 安山岩哪边有 像那阳明山 就是所谓的安山岩 那花岗岩呢 它在地表下慢慢冷却形成的 像是金门的地形 就是所谓的花岗岩的地形 所以金门那个地下的那些建筑那些隧道 就是那个地下通道 都是很坚固的 因为花岗岩本身材质很硬 这个是讲那个火层岩的部分 记得这三个都是火层岩 再记一下 颗粒最大的是花岗岩 那它也是慢慢结晶 在地底下慢慢冷却的 那只在地表比较遇到的 就是这个玄武岩 它是岩浆喷出地表之后 快速冷却形成的 那安山岩的话呢 它是海洋的地壳海底的沉积物 在高温下融化形成的岩浆 然后在喷出地表冷却形成的 叫安山岩 像我们的阳明山就是安山岩 在位置稍微记一下 澎湖是玄武岩就代表 安山岩就以阳明山当代表 阳明山有三 安山有三 三跟三连在一起 所以安山岩在阳明山 这样比较有记 花岗岩就是金门 好 再来讲的是那个沉积岩 那沉积岩是说岩石的碎屑经过沉积 就是那个河流经过 或者是一些风化的沉积 慢慢叠在一起 经过压密交结等作用形成 那少数的沉积岩是由生物 或是化学结晶的作用形成的 所谓生物就是说像那个海边 有很多的贝壳 这些贝壳呢 在死去之后慢慢的叠在一起 就是变成了一层 就所谓的生物的岩层 这是生成的方式 那常见的岩石呢 有这岩岩 沙岩 丽岩 石灰岩跟岩岩 这三个等一下会讲 这个都会讲的 来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岩石收到风化之后 轻松的碎屑 丽石沙或泥 被河水搬运到 慢慢堆积而成的 不管是湖底跟海底都一样 它本来是很疏松 松软的撑积物 但是因为一直一直往下跌成 就像千层派一样 一层像蛋糕一层一层往下压 越下面压的就越密 就是压那个力量就越大 就越高压 所以它变成那种沉积岩 所以这个就是一层一层 像这个沉积岩的形成 跟火山喷发是火层岩 沉积岩在这里 好 那沉积岩呢 按照那个比较常见的 从颗粒大小来看 它是粒岩 沙岩跟叶岩 就是粒岩的颗粒比较大 过来是沙岩 过来是叶岩 粒很明显 粒岩那石头粒嘛 所以粒岩最大颗没问题 沙 沙子你也看得到那颗粒大小 所以颗粒大小从大排到小 根本不用背 粒岩是石头嘛 粒岩很大颗 沙子小颗排中间 叶岩更小颗排最后面 所以颗粒大小从大排到小 是粒岩 沙岩跟叶岩 粒岩颗粒比较粗 肉岩可见 这是粒岩的部分 这看起来就是一颗一颗的 一粒一粒的叫粒岩 那这个是沙岩就比较细 像沙子嘛 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微粒 还有粗糙的感觉 那叶岩的话呢 就比较颗粒比较细 肉眼看不到 看不到那个颗粒的感觉 看不到 它有滑逆感 摸起来有滑逆感 所以这是粒岩 沙岩跟叶岩的差异 那粒岩就是颗粒大 过来沙岩 过来叶岩 那我们上次也说过 差异风化记得吧 我们是那个沙岩比较硬 叶岩会比较软 因为它比较滑腻也比较软 所以这个很容易突出来 在差异风化的时候 这个会突出来 这个凹下去 有没有印象 有了 好 再来讲的是 那个沙岩里面的那个石灰岩 它是由碳酸钙沉淀 含有钙质的生物遗害 像是贝壳 例如像那个石灰岩 这叫石灰岩 很明显它表面上很多一些 像小贝壳的东西 就是因为贝壳 贝壳里面就含有 一个碳酸钙的成分 那整个这个压密 久了之后 经过高温高压之后 它就形成了一种岩石 就所谓的石灰岩 那甚至呢 那有些会夹杂一些生物的一些遗害 就变成了所谓的化石 所以化石会发现在什么地方 答案叫做沉积岩 只有沉积岩才会发现化石 火层岩不会知道吗 火山喷出来怎么会有化石 不可能 所以是沉积岩一层一层叠起来了 才会发现到会有化石 这个是沙岩中的海胆化石 这边有像一朵花一样 那个是海胆的化石 再来介绍岩岩 岩岩各位都已经不陌生了 像我们家里就这一瓶 这一瓶不是 就是那个玫瑰岩 那就是岩岩 就是那个海岩 也是经过那个 一层一层的干燥之后 经过堆叠 然后变成岩化 岩石化 变成所谓的岩岩 它是石头没有错 但是岩的成分 遇到水它也会融化 叫岩岩 再来讲的是变质岩 变质岩是说 我们以上这边说的岩石 它经过高温或高压 在未达到融融的状态下 岩石的矿物 它的成分跟排列方式 产生了一些变化改变 就会形成所谓的变质岩 所以我们刚刚介绍的是火层岩 层金岩 现在要讲的是变质岩 常见的变质岩有这几个 叶岩会变质变成板岩跟片岩 石温岩可以变质变成大理岩 这个是板岩 板岩就是一片一片的 石板烤肉 板岩就是一片一片的 这片岩也是一片一片的 然后再来这个是大理岩 大理岩不是一片一片的 是因为我们经过 一些工厂去雕磨之后 去做切割之后 才变一片一片的 大理岩是一块一块的 板岩片岩跟大理岩 都是所谓的 这个是叶岩变质变板岩跟片岩 然后这个大理岩就是石灰岩变过来的 石灰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一些生物的胰亥碳酸钙的一些东西 它就变质变大理岩 所以石灰岩跟大理岩的主要成分 都是碳酸钙 它就很怕玉刀酸 所以大理石的东西就很怕玉刀酸 再来讲的是一些地点跟分布 这个稍微记一下 像这边说 花岗岩在金门会有 安山岩的两个地方 两个游山的 龟山岛阳明山 都是游山安山岩 玄武岩在澎湖 苗栗有一些什么 这个不一定苗栗 很多地方都看到这种 山岩跟岩的一些图形 墾丁最有名的石灰岩的一些地形 再来是太鲁格花莲的大理石 大理岩 还有南投庐山的板岩 这都是一些台湾比较常见到的一些岩石 好像那个长石跟黏土矿物 可以烧制变成陶瓷的用品 可以做来做陶瓷的一些东西很多 长石其中之一 还需要黏土 它很多成分都很复杂 然后就可以烧制 就是高温摇烧 然后变成所谓的陶瓷 就瓷器 所以这我们的一些矿物可以这样做运用 另外像这个就是那个花岗岩跟大理岩 是用在一些建筑的外墙跟地板 这个是花岗石铺地板 这个就是大理石 在那花莲或者是你去那个 什么地方 不是巴黎 巴黎再过去什么地方 巴黎再过去 那个什么食尚博物馆 实际上博物馆那边有没有 那什么地方 突然忘记了 那一带就很多那种石头的工厂 他们就会做大理岩大理石的部分 所以这花岗岩跟大理岩它都可以用来做那个 做一些建材的一些美化跟美观 不过事实上这个花岗岩是比较耐酸碱 所以可以做外墙 这大理岩的话就不能做外墙 因为它不耐酸 遇到酸就会腐蚀掉 所以大理岩大理石的一些建材 它在保养上会需要花更多的心思 因为不能够随便碰到酸跟碱 尤其是酸的 它就很怕酸 好这个是花岗岩大理岩 会用在那个建筑的地板或是外墙 好再来这个是那个什么东西 这不是发射火箭的 这个是水泥工厂 大理岩跟石灰岩 也可以当做一个水泥的原料 原料会有它 不过要做水泥要怎么样 它要把这些东西 加高温到1500多度 它才会变成一种粉尘 然后再做个比例去分配 然后变成所谓的水泥的原料 好再来这个很特别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玻璃砖 玻璃 这什么东西呢 这是石英砂 石英砂可以做为玻璃的原料 那印尼的话就是产玻璃最多 因为它很容易去取得石英砂 虽然石英砂也都容易取得 但是那边的比较蠢 所以做玻璃就比较多 那这个是玻璃除了可以做窗户的玻璃 或是汽车的挡风玻璃之外 还可以做种东西 像玻璃砖 它这个玻璃的砖块一块一块的 也说用在那个墙壁那边可以做透光 是蛮好的一种建材 这是那个石英砂可以做玻璃 那原作品呢 它常用板岩去盖出石板屋 石板屋就是没有砖头 它用那个石板一片一片叠起来的 就所谓的石板屋 很特别对不对 聪明 好再来讲的是那个一些宝石 像钢玉金钢石等矿物 因为产量稀少 记得物以稀为贵 硬度又大 所以加工之后呢 它成为晶莹剔透 色彩美丽的红宝石 蓝宝石 钻石等等的宝石 所以宝石它主要就是物以稀为贵 才会变成宝石 好这以上呢讲的就是那个地表的 岩石跟矿物的一些重点 但是重点就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题目 其实很多发现 课本读完一遍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是不够的 重点还是要多做题目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就从题目开始做起了 好拜拜